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 三龙群英会栏目 一个人回一个人回来干 流汗里面整个只出一个 碰到下雨下雪容易把人都冻伤 育种工作历久迷奸 为推动我国马铃薯高效育种 它扎根一线风雨无阻 三龙群英会 讲述国家现代农业 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金梨平 让土豆变金豆的故事 九合股份提示您 收看本期节目 五月 我国南方已进入夏天 河北省坝上地区仍然寒风凛冽 金梨平要带领团队在15天内 种下10万多个不同基因型的马铃薯 育种材料 怎么数的 你那不是四个吗 那个能切 那个能切切成五个 你看这就是出问题了吧 数数都没数对吗 这是个顶牙 这牙刚刚长出来 一堆牙在这个地方 它现在在指挥它们一个一个地摆 金梨平 是我国国家现代农业 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 也是农业农村部 署类专家指导组组长 金梨平曾多次 被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 和计划发展署 聘为专家顾问 前往战火纷飞的阿富汗等地 服务交流 为推动马铃薯高效育种 金梨平为今年新一轮播种 制定了严密的计划 这个做对焦用的 中两行就是可能量不够 看不出来 你中上四行 能够让它再表现一下 现在我们播种的中数18号 中数18号是我们 加工企业 淀粉加工企业 对我们这个品种 就是还是非常 这个非常欢迎的 但是它的这个口感 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的改进 因为我们的口感 吃起来会有点麻 所以呢这个呢 要找口感好的 实味好的 这个综合现状也比较好的 这样品种跟中数18 来做这个配置 杂交组合来做杂交 能够满足这个不同的市场需求 顶着漫天的风沙 抢拨抢中 金梨平他们一刻也不能停 一个轮回一个轮回来干 即便是现在到这里 起码还要有五六年的时间 才能成为一个品种 对五六万里面只能 可能只出一个 这还算是好的 运气好的 运气不好没有 风雪沙一直都是很恶劣 碰到下雨下雪 温度特别低 工人干活就是手都伸不出去 容易把人都冻伤 寒来暑往 从事育种工作 有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 孤苦和艰辛 18002-2-484 你把这个放到9号的那个号 每一袋育种材料都有专属编号 种几株 种几行 种在哪块地 都有严格规划 这个是16年 202个组合 然后是第1683个 当时选出来的这个品 珠细 在地里头种了五年 这个号是唯一的组合号 一点都不能错的 一点也不能错 因为一刻也耽误不起 2014年9月的一天傍晚 天突降暴雨 金黎平正在张家口市 查北管理区的马铃薯基地里 和大伙一起收获育种材料 为了防止这些宝贵的 马铃薯育种材料 遭雨水浸泡 他带着团队冒雨抢收入库 然而就在他们返回的途中 意外却发生了 一辆违章越线的大货车 和金黎平乘坐的车 发生碰撞 金黎平头部受伤 鼻梁骨折 整整缝了十针 当时挺可怕的 雪凌了一地 当时大家都劝他 不能在这待 回北京好好查查 结果他说没事 反正社会没结束 结束了一块回 大概在医院住了 有十七八天才出的医院 因为这个团队在这个地方 而且我是带着他们来的 那材料肯定是要收回去 一旦收起来 也放在那边 放在地里头 两度 零度就会动 一种材料一年损失 十年 二十年就白干 过去 由于我国马铃薯育种工作 齐不晚 底子薄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 荷兰等国家的 马铃薯两种进入中国后 就一路突飞猛进 在我国占据了 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大概25%左右吧 杂树品种多一点 49% 不是说品种数 面积 国外的品种 尤其荷兰的 从各种渠道 经历了很多 他们营销做得非常好 推广做得非常好 他们就是在这块早熟的 这块市场上 下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其实是属于 最顶流的阶段 相持阶段 所以希望我们能 把他们顶过去 顶出去 用民族种业 把我们自己的品种 能够做到更好 我国地理纬度 跨越近50度 每个季节 都在不同地方 有马铃薯的播种和收获 金黎平 追着马铃薯的生长节律 从南到北 从春天到秋天 一直奔波在科技扶贫 乡村振兴的第一线 我们这个自然厨 河州人口是个 不到点100人 一共分了三年 全部脱皮 原来总共能有多少瓶盆货 我们三七货瓶盆货 这种一母马铃薯 大概能够有多少收益 收益啊 收益估计就是2000多 春生入2000块钱 我们马铃薯非常多 人工 费人工 各方面这个资金 有大得来 对对 投入档 有什么补贴吗 有补贴 中国是马铃薯生产 和消费的第一大国 在我国很多地区 马铃薯不仅仅是一口粮 一道菜 更是带动经济发展 事关国际民生的重要产业 一年到头 金丽萍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在全国各地的 马铃薯出产区 育种基地和体系试验地 不停奔忙 8月 华北地区的马铃薯 进入快速膨大的关键期 金丽萍要马不停蹄地 奔赴河北省张家口市的 马铃薯生产大县 郭元县 进行实地调研 这边呢 降雨量很低 就是三百多毫米 你现在都滴灌了吧 这是碰灌吗 是碰灌呢 我要不是都不能脚 刚这两天来点雨 没错 马铃薯要是汉地的 现在可以说 一亩地产个一千多斤的 就等于绝世 不看人家几下 产了六千多斤 但是经济也就是一千多斤 没有水浇条件的 肯定就废了 马铃薯是这样子 水不够的时候 它就不涨 等到一降雨了 它就猛涨 一猛涨以后就寂醒了 里面还有的会裂开 装不好 那它就一头大 一头小 或者还弯过来 河北省张家口市 沽原县 曾是我国的深度贫困县 这里种有三十多万亩马铃薯 由于降雨量少 气候寒凉 土壤沙化 马铃薯成为当地农民 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家家户户都种 那时候就是把大的吃了 把小熊种 没有什么繁种的啥的 那时候根本就不懂 相争之间互相亲戚之间 来回换换 他们家的你拉回去种 你们家的他拉回去种 种子少 有了一种品种 你就找不找了 咱们这边就没有 缺少优质两种 曾是当地马铃薯种植户们的 心头之痛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国外的洋快餐进入中国 一些薯条 薯片加工厂 开始在中国布局原料供应基地 孤原县的马铃薯产业 应运而生 依靠外来订单 孤原县的地理 种上了专门用于加工的 马铃薯羊种子 可外国马铃薯加工品种 耗水耗肥 不仅难管理 还长期制约着 本土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繁育种植的时候 每繁育一吨都要向 它这个产权的公司 交纳产权使用费 基本上每年一亩地 就需要交大概800到1000块钱 就是你这一年你这亩地 不管是赔还是挣 都需要交的 非常受制于人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咱们市场上 所流行的一些品种 都是国外所培育的 这个是圆圆种 它种的地点 再长出了种子 再种到大天 再去做啥的 这个种子 它是不该土的 它是冲在这种 制食里头 在这里头长的 这里头就没有菌 啥的感染 所以说保证种子这个质量 种鼠是马铃薯种植户 赚钱的关键因素之一 像这样的圆圆种 一颗就能卖到 五毛到八毛钱不等 遇上行情好的时候 受欢迎的外国新品种 更是艺术难求 2017年 雇原县的马铃薯产业 因为品种更新不及时 导致大量直销 整个行业都受到了巨大冲击 实际是17年收的土豆 完了以后在市场销不下去 就是包括种子 包括商品 整个全卖电风厂 连个库存的储存费都不够 就等于在地里白争了 农户也百分之七八十都亏钱 良安天下 种子为基 为打赢一场粮食安全保卫战 这些年 金黎萍带领团队奋起直追 我们的中国的马铃薯面积和产量 是第一大的世界上 我们不是说预不成好品种 而是这个好品种怎么样能够推向市场 我们的科学家们 一种家们可能 尤其年轻的一代 可能要更注重 跟市场去接轨 了解产业的需求 现在有个问题 我们杂交剂在出现这个情况 你看看 有怀疑是周生怀疑 因为周生怀疑这个是食生种 它是传的 种皮是可以传定的 我们在国外说是几十万粒 百八十万粒才出一个品种 所以这里面不出品种是正常的 反而是不正常的 尽管去掉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也踏上自主研发的育种之路 他们迫切需要科学指导 大家聊一聊吧 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我觉得我们可能还要再继续讨论 实际上土地的病人严重 有些品种得当地就种不了 就是感觉就比较隐乱 种子的一个销售 它是没有一个标准的 同一个品种用不同的源 这样的话对做事故 选择也是一个迷茫区 因为种子选择不好 其实后面都是白扯 现在新品种出来了以后 很多病害也是随之产生的 有的土地就是连种三年 种完了这块就彻底废了 地下水也是原来人成问题 面对大伙纷繁复杂的诉求 金黎平感觉责任重大 今年59岁的金黎平 和马铃薯打了30多年交道 但研究马铃薯 却并不是他最初的梦想 上世纪60年代 金黎平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的 一个小村庄 家里姐弟三个 他排行老大 1980年 金黎平被原浙江农业大学 农学专专业录取 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本科生 然而就在所有人 都为他庆贺的时候 年纪17岁的金黎平 却捏着那张 他寄托了太多梦想和期待的 大学录取通知书 哭了 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 就是很不开心在那哭 我爸我妈很高兴 我说我不喜欢熊农 真的很累 我知道干活那个太累了 我也去做过生产队 我也去增过工分 我们双墙的时候 是早上三点钟 凌晨三点得起床下地 一直干到晚上九点 其实我喜欢读书 我喜欢干别的事情 我也没天志愿 然后就录取了 但是农村的 我就说我们没有的选择 因为那个破育 一个环境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也就去了 我国的马铃薯种植区 大多分布在三区三州等 偏远地区 过去环境恶劣 山高路远 为了做实验 金黎平常常独自一人 住在破旧的山村老宅 这让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她 很不适应 真的是一个南方人 住到那个地方 脏啊 那个被子什么都油乎乎的 跟晚上睡着一个看上 然后哪有厕所呀 头发上长过狮子 身上有个臭串 回到家里头 哎呦那个羊啊 特别受不了 但是也没办法呀 有些怀着运人也得做 也得跑 晚上睡觉做梦都是马铃薯 那个梦里面一堆马铃薯 真的 因为我是一天看到 往连续看几天 所以说确实是咬着牙齿 年轻时的金黎平 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梦想和现实中苦苦挣扎 然而强烈的好胜心和责任感 却总让他要求自己 既然做了 就要做到最好 那么我们的品种 转运 就是种业创新 拎营的 大家说 我说这个主产区 立地条件差 规模化和小农户并存 这个跟我们种业是有关系的 他其实很辛苦的 他平时 他有很多社会上的职责 白天再这么奔波一天 然后晚上回去 很晚很晚还跟我们看东西 他就是可以说是拼命 他真正的是深爱这块 这个土豆 人是高兴 打得打 都打得一斤多了 我们这个品种就是红皮红肉 钢物质含量比较少 电风比较少 可以生吃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应会 没有种子安全 就没有农业安全 中国碗要装中国粮 中国粮要用中国种 面对马铃薯这种 在我国种植面积巨大的 外来作物 金黎平最清楚 形势的紧迫和肩上的责任 这是我们这个保存的 从全世界各地收集的保存的种子资源 这也就是我们的核心的所谓的这个总业芯片 这个是三千多份资源在里面 国外呢像欧美 苏联 他们二几年就去南美收集资源 马铃薯园是南美 所以他们都有很长时间的原始的一些资源 我们国内就很少 所以我们现在的加工的 我们的薯片薯条加工 现在还用国外的品种 也就是我们原来并没有这样的资源 所谓的芯片卡 因为马铃薯是外来的作物 从这个种子资源基因库出发 金丽萍带领团队奋起直追 用二十多年时间 培育出三十多个马铃薯新品种 在全国推广应用 近九千万亩 这是中树籽 四号 中间是花的 切成片 比方说有人把它做成那个 那个吃生来吃 它就一片一片的颜色就特别好看 那么这个品种呢 就是红皮 红肉 钢物质含量比较少 就淀粉比较少 可以生吃 就生吃的时候 就是它的口感是像水果 成熟了以后 它属性 它有这么长 它是长形的 比那个四十码的鞋还要长 都是红皮 红肉质 那是红皮 让我偏一点 它是红皮 是不是红皮 它就越来越多了 它是红皮 就越来越来越过 它就得越了 就像是红皮 一样 它那么大 那样 就是红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自己的基地里面 因为我们的试验地 这个种植的水平属于中等偏下 我们是试验地嘛 所以我们的栽培技术肯定不如企业 这个种成这样子也很好 对我来讲就是增加了我的信心 可以在推广了 所以这企业现在也不只是做反种 也要做一些实验 一些品种选育他们也开始做 宋翠玲是当地一家种属企业的负责人 过去她一直经营家具生意 刚转行从事马铃薯的时候 她感觉完全没有抓手 最深刻的感觉就是 这个行业跟工业企业完全不一样 大家都在说种属质量好质量坏 我就不知道拿什么来评判 无法清楚地分辨和证明 种属质量的好坏 不仅困扰着种植户 也给很多种属企业的生产和销售 出了个难题 肉眼你是看不出来好和坏的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宋翠玲被金黎萍的一番话 点醒了 我认识金老师也是源于次马铃薯的年会上 然后金老师做报告 提到了一句说 就不要把这个马铃薯的代数当级别 马铃薯总署 其实2012年就颁布了国家标准 后来我找到了这个国家标准 我们就开始试着来执行国家标准 按照马铃薯总署国家标准执行生产 销售 宋翠玲一下有了抓手 他的企业很快步入轨道 为了让马铃薯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这些年金黎萍不断推进 马铃薯总署质量认证和试点示范工作 你看这大户子都好 真是高兴 长得很大 都大了一斤多了 我做出这样的科学家 说不 咱们农民信中的 追准经的人 我们是铁粉 我们现在追星就军 这个震动在我头里 当明星的感觉今天 今天 这么多 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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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就让明星 进到这里 在贵州 在贵州毕节 金黎萍推广种植了三十多万亩高产新品种 他建起专家工作站 为当地培养出第一个马铃薯博士 在宁夏雇园 甘肃定西 和陕西榆林等地 他建立多个试验基地 每年试验示范一百多个优良品种品系 培训农技人员数千名 在内蒙古乌兰查布 他帮助当地建立完整的育种程序 并试验示范一千多亩 追着马铃薯生命的节律 金黎萍步屡不停 他日思夜想的都是 如何让这些土淡淡 变成帮助老百姓致富的金豆豆 我叫胡君 来自湖北建立 今年36岁 从事马铃薯育种相关研究工作 我叫秦军胡 今年36岁 来自陕西渭南 主要从事马铃薯抗旱 栽培和水分生理研究 我叫景云巧 来自陕西岩梁 主要从事马铃薯 种植资源方面的工作 今年37岁 我从事马铃薯分子一种 与种植创建研究 25年 从事马铃薯育种工作 20年 我从事马铃薯研究27年了 工作已经28年了 希望能用这个 现代农业信息技术 让人们种土豆更加简单 更加快乐 提高我们国土化的 品种的一个占比 希望我们的科技队伍 越来越强 让种植者更有收益 马铃薯整体的 这个产业链的效益更高 欢迎收看 由政大冠名的 三农群英会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